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Samp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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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a sina 善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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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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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拜祭 Ong Sina Ong 散散散散 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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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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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Sina A A A San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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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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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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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播剧場 优独播剧場 优独播剧場 S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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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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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沙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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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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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Shinao Om Sanao Om Sanao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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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inao Om Om Sanao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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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心靈這件事情畢竟不是延遲 我們這個時代的人習慣了延遲 所以障礙重重 以前講過一個西遊記的故事 唐山藏率領著三個徒弟往西天取經 過程相當的辛苦 當然對孫悟空來講是非常的給囉 聽得懂嗎? 就很多雨對不對 我的庚斗雲這樣一架馬上就飛到了西天了 馬上就面見如來 馬上就取得經典了 依他的七十二變神通道立 馬上就可以搬移到這些經典回來 幹嘛要騎著馬 然後走沙漠 然後又要遇妖怪 然後在那邊又快渴死 又快餓死這樣很辛苦 然後總算也聽從師父的嘛 孫悟空啊 你們知道他的師父是誰嗎? 唐山藏對不對? 畢竟唐山藏事先一個凡人之生嘛 凡人之生就有凡人的方式 那麼慢慢走慢慢走 那總是到了 也完成了取經的使命 那麼抱回了一堆經典 那麼也一樣 去的時候還沒有經典 所以去的時候比較輕 回來的時候 有經典要背一大堆 幾十公斤這樣 更累對不對? 這時候 師父還是講啊 凡人之生嘛 還是要用凡人的方式再走回來 對不對?慢慢走走 走到半途呢 不小心掉到了河裡 這些經典失了 那你就以前人恭敬自己啊 對不對? 對待經典像什麼? 見經典如見佛在啊 怎麼能讓佛掉下這些水裡 在那邊淹 那麼就趕快跳下水 把這些經典再撈起來 那才第一件是什麼呢? 曬桿嘛 對不對? 那曬桿就要打開啊 那麼這時候 孫悟空一打開發現 如來怎麼可以欺騙人 這時候打開 一個字都沒有 就是你們現在的這個 叫做無字天書 一個字都沒有 非常的氣憤啊 然後就去跟他的師父導嘛 導你們也知道嘛 告狀去 告狀 師父也百思不解啊 必有如來的道理啊 可是 慢慢就進入民主時代嘛 即便體制還是地制 可是人心都有一種 趨向民主的 這一個 這個所謂的傾向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有習氣啊 我們有要我們自己 做主的習氣啊 我們有根深蒂固的我啊 然後一般講我見啊 拆開來就才有所謂的 身見 邊見 見取見 借取見 邪見 才有這些東西 那麼 也就是說有 我錯誤的見解 見失煩惱的見 見解錯誤 思 思想的錯誤 見失煩惱 那麼有根深蒂固的這個東西 累結累事 如果沒有精情去修持的話 這個東西是根深蒂固 潛藏 因為現在人叫香 對香 砍 你看這個力道多強 香砍著我們的生命體 根深蒂固 沒頭把 那這時候看到 氣氛啊 唐生章也不知道怎麼辦啊 反正還是要取經啊 這時候 就聽孫悟空的建議了 這時候 孫悟空就架著跟斗雲 咻 馬上 在一秒不到的時候 就到了如來面前 去跟他理論 理論 當然 講一大堆嘛 猴子的性格 猴子的性格 你知道嗎 不要笑呢 西遊記就是在講我們這個人 對不對 心圓意嘛 對不對 我們的心像圓吼一樣 對不對 不定啊 你說 現在你看這些小朋友多配合 以前看還會這樣 以前啊 對不對 現在不會了 你看 有修有差 以前是什麼意思 就是我們帶著我們先天的那個 累生累世的習氣嘛 這個習氣不穩定嘛 也就是說我們沒有定功 那麼我們就是心圓意嘛 我們的意念像馬這樣 野馬 亂跑這樣 射受不住 所以人家才講啊 學問之道無他 求學啦 學問之道無他 求其放心而已嘛 我們心如草原眾馬 亦放難收啊 那求其放心 這個放心是什麼呢 放心就是 安住的意思 求其放心把心安住 一般講射受 心如草原眾馬 亦放難收 所以把心射受回來 這叫放心 那麼求學生命提升 也不過就是這兩個字而已啊 放心而已啊 那意思說 我們現在人都不懂得什麼叫放心 我們現在也放心 對不對 把心放出去 不是把心放好 這個意思 你看文字 兩面嘛 那才講到剛剛那個無字天書啊 這時候就去理論了啊 理論講一大堆 這時候 如來遺憾啊 東土眾生無福 好吧 換一套換一套 人家有準備的耶 換一套換一套 其實也不是準備第二套耶 因為如來要因應虛空法界一切眾生 你看 一切眾生有的習慣放光的啊 那如果習慣放光的那些天人來取經的話 他就拿一顆燈泡給他 對不對 拿一顆燈泡回去插著墊 就跟你說法了 對 因為他們不是文字嘛 不是看嘛 那那個說婆世界啊 當時因為科技落後嘛 對不對 所以不能拿你們的播放器給他嘛 對 雖然說婆世界眾生耳根最立 但是眼根也不差 那麼這時候就換一套 就是你們現在的大藏經 歷歷分明這些文字非常的漂亮 然後你看拿回來之後我們就得意了 因為不知道在得意什麼 我們習慣得意於我們是個落後落伍的人 我們習慣得意於我們跟不上時代潮流 沒辦法創造時代潮流 所以無知天書意表著什麼 我們本來就很好 那本來人家如來也看得起我們 不是我們 是唐三藏他們 我們還跟人家差很遠 差很遠 對 那時候看得起唐三藏對不對 可是你看被三個徒兒搞的 對不對 搞得人家看得起你都變成貶低你 人家看得起你啊 為什麼依你的程度 對不對 還用說嗎 對 還用看嗎 所以一整套回去 那回去幹嘛 我叫你自己寫就好啦 對 因為自信啟用 無所不知 無所不能 能夠產生所有無量無邊的 應對一切眾生的介質 其中一個介質 就是我們現在講的文字 那麼你看我們現在拼命的學文字 那學到現在叫我們不學 又沒辦法 因為我們學到半吊子 那半吊子什麼意思呢 叫我們現在不學嘛 我們又沒有親近的根基 對不對 叫我們現在趕快學嘛 我們又沒有什麼 人家的耐心 那我們到底是學不學 學了我們又沒有人家的謙虛 那麼沒謙虛學了我們又長傲慢 那麼叫我們不學嘛 我們怎麼樣 我們本來就很愚痴 然後看到經典也不了解 你看都在這種所謂的自相矛盾的生命體系運作 所以很可憐 這叫做眾生 那麼拿回來之後呢 得意養養 得意養養後輩還更得意 可是我們現在還很得意 一直把它當作寶傳承下去 傳到我們現在 這叫經典 那麼這樣講是不是貶低經典 當然不是 是希望 諸位在學習的過程裡面 要知道學什麼 如果我們不知道學什麼 我們就會透過無量無邊的好的戒指 這時候要加個好囉 好的戒指來什麼 創造我們悲哀的人生 因為所有好的意表來到我們這一邊 都被我們根深底固的這些見識煩惱 沉沙煩惱染濁 扭曲了 扭曲了之後 我們人又習慣運轉人生 人生人生 人生叫運動 那要活叫動叫活動 所以我們都要活在這種假象的現實人生 所以剛剛我本來那個遲疑一下 我希望讓你們沉浸在還沒醒過來的時候 其實剛剛本來要講這個字 大家還是不要回到現實人生 可是其實這不叫現實人生 所以其實真正用詞叫做虛假的人生 我們活在虛假裡面 現在你們睜開眼睛了對不對 有沒有比剛剛閉著眼睛好 這時候因為睜開眼睛看的是我也不敢講不好 所以諸多矛盾 那麼不是閉著眼睛就了述了 這個就是講到所謂的修禪忍在講的定功 所謂的修禪定這件事情 那麼禪定到尾不是一定要閉著眼睛面壁 所謂面壁不是真的你要去找一面牆 有這種禪法的這個專有名詞叫做關壁 它是用那個牆壁來比喻 阻隔我們心性的一道牆 而不是說你坐在牆壁前面 就等於是修禪 那麼可是這一件事情 一般人習慣打坐的這些人 好像傳到了這個東方日本那個地方 他們的殘堂變成真的是一個一個面著牆壁 比如說一個假設我們這邊是個殘堂 那他們不是像這樣子做 他們就是一圈靠著牆壁一圈 那本來一般正常也不夠就是我們坐著後面是牆 這樣一排牆一個一個殘盒子這樣 那當然有一個相反師引領坐產的 那麼如果在打坐坐產沒有這個相反師 會是很危險的事情 那麼這個相反師又要是有功夫的 有功夫是什麼意思 有羞有症 最好是明心見心的 現在找不到了 那麼最好也要開悟的 現在很難找 那麼最好也要脾氣好一點的 最好最好到最後都很難找 所以只好什麼樣 自求多福 那坐坐坐 本來是這樣 就是大家面向同心圓 那日本不是喔 日本是取達摩關壁 面壁這樣 然後真的所有殘留子就是背對同心圓 背對同心圓然後面 那也成了一種文化 無可或非讓它存在 凡是這個法因應眾生而有 大家高興就好了 可是它的毅力 卻不能只是因應眾生的高興 方便雖有多門 可是歸原無惡路 所以才叫做不惡之法 那麼我們在學修這個定功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定是開智會的基礎 那麼一界得定 一定開會 語言上這麼說 可是實質上這樣說法也是一種方便俗說 為什麼 因為我們眾生習慣的邏輯推測 那麼佛家雖不講邏輯 可是他不是否定邏輯 因為邏輯是進入佛家思維體系的前方便 所以我們現在的人不能學了佛 聽老聽師父說不要想就對 我們還真不想了 那麼我們真不想也不對 我們要去想還是不對 所以要怎麼樣非想而想 非想而想又難理解他到底是什麼想 所以這一件事情也就是眾生搞一輩子學修 最末後的一個關鍵點 永遠搞不會 那麼非想而想就是叫著我們不要用著我們的心意識 心意識又是佛教專有名詞又很難懂 就是叫著我們不要用著我們的執著的心 分別的心跟妄想的心 這大家好像比較接近了對不對 比較接近我們現在的文化的用詞 可是我們聽到了都會蒙點頭 蒙示意 對就是這樣子 那麼這樣子到底是怎麼樣子 細想不知道 你看又是想 因為我們理解這些名詞還是用想的 所以我們的理解是用我們習慣的想去理解 所以他本身還是想 所以比如說不要執著啊 對 大家懂了嗎 對 到底懂了沒 懂了我們現在就是阿羅漢了 對 所以佛法才叫著我們要有示意法 才叫著要我們去印證 印證就是叫驗證 科學實驗 證明 那麼證明 這時候依經做標的 所謂讀經以前跟諸位講過三個目標目的 第一個是為求定 第二個是為求解 第三個是為印證 就是我現在講的這個印證 那麼第一個求定的目的方法 就必須要不想 那不想不是拿了經典打開 就是發呆 你看這時候因應眾生的文字出現 如果當時蘇空沒有去理論一下 我們現在還真不怎麼辦 對不對 真不知道怎麼辦 因為我們現在打開還真不想 因為空空白的 無字天書還真無了 可是這個無又不是空無 那麼因應我們中生根氣低 所以這些文字就產生作用了 一打開 從第一個字念到最後一個字 保持專注 那保持不容易所以加上訓練 有這個訓練兩個字才叫做修 如果我們一接觸就明白就到位 就做到了 那就不叫修了 那只是在什麼 印證自己的功夫而已 這是第三種 一接觸就 我本來就會 對不對 這個道理我本來就懂 而且還做到 常常常有這樣 所以 一 要求定的目的的讀經方式 就必須要有很多的決心 現在的人知道 已經知道了所謂的理論 方法跟方向了 可是缺乏什麼 決心 那決心我們常會講精進 那精進 精進前提你還得要忍辱 發現是一個人忍辱沒有的人 他就談不上決心了 因為他保持不住 那你沒有看過決心 有決心的人是 是發生的 對不對 決心 然後今天非常的精進 24小時 不眠不休 已經黑眼圈出來了 明天 太疼了 沒睡個禮 好 一個禮 沒有決心 那個 就不像古時候 這些修行者的這一種魄力 對不對 那加上決心 我們才有辦法辦到 求定這件事情 依讀經 那麼是不是只有讀經 要決心不是 是八萬四千法門 所有的方法門禁 只要你要透過它去修持 通通要有決心 那這一個決心 有沒有任何佛菩薩可以幫助我們 通通沒有 那麼這一個決心 必須透過我們自己的理解明白 那這時候佛家講的明白理解 就是真明白那一種的 而不是我們剛剛前面講的 這個我懂了 那一種明白沒辦法 所以難就難在這邊 也就是克服習器用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 修持才有什麼 所謂的方便門 方便門就是什麼呢 在修這個所謂的為式裡面 有五個資量裡面的第一個資量 就叫做所謂的資量位 它有五個位次 資量位次 資量位次你有了之後 你才有辦法進修到所謂的這個 加形位次 加形加碼加碼的意思 從加碼算起才是真正開始修 那什麼叫資量位呢 資量位這三個字 諸位是陌生的 因為我們不一定設略很多經典 可是講白了 卻是諸位熟悉的 雖然熟悉但是也是我們 這時候不敢講諸位 諸位叫你們 這是要加上我了 我們都做不到的 就是這樣 那什麼叫資量位 資量有兩個 一個叫做福德資量 一個叫做智慧資量 那講福德資量是什麼 福德資量就是你的福報又夠大 你的福報夠大 那你看我們現在的人 處於一種痛苦的生命狀態 不管是事業的啦 家庭的啦 煩惱兒女的啦 擔心父母的啦 還是顧慮自己身心的啦 等等是不是都在這種憂慮牽掛裡面 你只要有諸多這些憂慮 代表著你的福報資量缺乏 缺乏 那這一件事情你看 我們這個生命狀態 就把福德資量定位成高標了 對 因為我們達不到嘛 我們很想要得到它 我們以為得到它 我的人生就幸福美滿了嘛 那以為就得到了 所以它變成我們的高標 那你設想 在佛家的修辭裡面 這是最最最最最低標 也就是說你如果沒有這個 你不用談修行 那在我們的生活裡面 卻是最最最最最高標 那怎麼辦 所以就必須要一層一層 把它理解透徹 比如說今天理解到這個啊 那我們就要改觀啊 你改觀念你才能改行為啊 也是以你在生活當中的 待人處事的態度 你才會徹底改 你就發現到 我這一個最低標 原來佛家 我的最高標原來是佛家的最低標 那麼你會不會就此而慚愧 你如果沒有升起慚愧心的能力 你的心量就無法拓寬 那麼老祖宗講的量大則福大 你看這個量大才能再福大 那麼我們要直接福大 我們量卻大不起來 所以我們變成是活在於 我們自己這個假的世界裡面 自欺欺人的這一種生命狀態 所以至於七十幾億人口 沒幾個幸福的 事實上也不能講七十幾億人口 因為加上外星人 外星人也苦啊 你們不知道啊 對你們還沒去 苦啊 對啊 你想想看 不苦不做人啊 人生仇業嘛 那個仇場你苦不苦 那業不是欠錢還錢而已啊 欠一切呢 那麼錢是最簡單的事情 在人世間 那當然有的世界不用錢的啦 就我們這個人類的老祖宗 也沒再用錢啊 那時候就是 你看看我們多美福 我們家貝殼好少 我們小時候不是聽說叫換貝殼嗎 貝殼還比漂亮的 所以這個就是一種所謂的 應時代應眾生的念頭 而有的不同設置 那這個設置是一種自然現象 自然現象 依它的念啟用 所以任眼才講啊 諸法所生為生所現 一切因果世界為成 因心成體 那麼這個心 非常難懂 所以禪法才有一句話 心心難可尋 寬時遍法界 宅也不容真 那它到底是什麼東西 寬 寬有概念 宅有概念 那它真有寬 真有宅嗎 寬宅還是個抽象概念 因為它是相對的 尚且時間跟空間 本來是個抽象概念 抽象概念叫不存在 我們以為是 這個叫做抽象概念 那麼我們是不是人類 常活在這種之間裡面 你只要活在以為是 的之間裡面 你不可能有真正的喜樂 那麼喜樂 從哪裡來 基督教 天主教都講喜樂 喜樂這兩個字 從清淨來 那麼只要你有辦法 在學修的路途上 修得了清淨 你當然就叫喜樂 那佛家在這個角度 還稱不上妙樂 喜樂不等於妙樂 可是等於佛家的初級樂 叫做清淨樂 那麼妙樂是到什麼時候講 真正的妙樂加上妙了 這時候你們聽過一個名詞 叫妙覺 對不對 妙覺如來 妙覺就是圓滿佛 它才有真正的妙樂可言 那這個可言又什麼 妙不可言 所以才叫妙 所以我們老是要用演 所以這個經典來到這邊都是文字 所以講到這一個清淨 也就是修訂的意思 那透過第一種讀經 很專注很專注 專注到心無旁無 專注到萬元方向 那至於你讀經讀到你家火燒了 你還在讀經 那這時候怎麼辦 這時候你不知道你家失火了 你會成道 所以從這個標準來講 我們容易成道 很不容易成道 當時虛應張老 在主持某一次佛妻的時候 不是是禪妻 對不起 禪妻的時候 剛好日軍轟炸 飛機啊 在投炸彈啊 然後他們的佛事當然也不能倖免 那這時候很多禪惡者緊張 哎呀老的上老的上我們現在趕快逃啊 你們現在為什麼要逃 你們今天是幹嘛的 我們今天來打禪妻啊 禪妻就是坐在那邊逃什麼 那就坐在那邊 轟炸不干我的事 我們現在是殘妻 懂嗎 那麼轟炸到我們的殘房怎麼辦 那是炸彈的事不是我們的事 懂嗎 那是飛機 日本飛機的事不是我們的事 繼續做 你看 沒有一個被炸死 外面逃來逃去的死掉了 所以命裡有時終須有 命裡無時莫強求 所以命這件事情跟病不一樣 命被定死 這是依世間人俗說來講 他可以創造 那麼也許有的 那一堂課打殘器的那個人 應該在命裡會被炸彈丟到 對不對 可是因為他打殘器的時候 有入定入殘 那麼你就知道真正深度的入定入殘 就怎麼樣 就無我了 那你無我了 你就超越命數了 請問炸彈要打誰 都每一個你的請問炸彈要打誰 所以我們世間人很難理解真正的修行 修行就這樣 所以假設我們當然這裡不能詛咒 假設現在地震 那大家會怎麼樣 趕快那個嘛 趕快來師父護駕 護駕 師父抱著 師父就把我抬走了這樣 因為你們愛護我啊 對不對 所以你們會保護我這樣子 可是你害我不能成道了 你看看 所以活在當下 直下承當是佛家的用詞 很難懂 很難懂 所以這個該怎麼樣就怎麼樣 在人世間修行人為法妄區身體 不是為了法妄區區 那個蒼蠅來了都不怕 所以為法妄區這個身體是假象 所以剛剛不是跟你們開玩笑啊 就是說是不是在不想回到這個假的世界裡面 因生也是一個很妙的入禪方式 所以耳根源通章 觀世音菩薩耳根源通章裡面一段話講 佛出說婆界 此方真教體 清淨在英文 與其三摩提 始以文中入 你看 欲取三摩提 三摩提就是三媚的意思 可是此三媚非彼三媚 一般我們在講的三媚禪定 只是一種小小的定而已 凡觀在楞眼裡面講的三摩提 有的術語叫三摩提 三媚翻譯成中文叫做正定正受 正確的禪定或正確的受用 叫做三媚 那麼非一般在修產的三摩提 因為它在楞眼裡面 楞眼是什麼 大佛頂守楞眼 那麼守楞眼定 就是我們講的自信本定 自信本定就已經回歸 如來賬 已經回歸大光明賬 在禪家來講就是已經明心見性的境界以上 叫做自信本定 凡講楞眼的定都是講這種 所以你看 欲取三摩提始以文中入 耳聞生入流 對不對 然後又不著於生 然後最後觀世音菩薩就是這樣開悟的 這樣去正果的 那麼一 那一 音聲 當然你們剛剛在聽音聲的時候 要不要執著在那個音聲唱的本身 當然不需要執著 可是已經被帶進的那一種定境裡面 定的境界 這樣講 那麼有的自己唱的時候是什麼 是心花怒放的境界對不對 很歡喜的境界什麼 這些通通是一種過程 通通不能去執著 不能去參與 通通要去放下 這個就想到 有一次在那個 台中明確法堂的時候 那麼太極就請教我一個問題 因為他還沒去參加之前 他很好奇 是問那個音聲 是什麼個回事 那如果從來沒有接觸過我們的 也沒有常識熏修過的 甚至也未曾聽過我講的 他就會難以理解 難以理解講的真正的深度 那麼所以我用一個方便講 告訴他說 就像啊 你要保持一種歡喜心 保持歡喜心 歡喜心大家知道嗎 你看我剛剛是不是講 你的歡喜要丟掉 對不對 那時候不行這樣講 因為就沒有意沒有話 沒有著力點 所以佛法你們就要知道 它都是一種方便引導 法上因舍何況非法 金剛精如是言 對不對 連佛法你都要丟掉的 更何況世間所有種種的職義之法 那麼當時我就方便跟他講說 就像你在洗澡的時候 在浴室 有人洗澡很喜歡哼哼唱唱 對不對 自己在哼什麼也不知道 對不對 他是喔 是是是 這樣我就能理解 懂了 結果過一陣子 就是我講的明覺法唐拿台中 就問這個問題 因為肯定他有回家試了嘛 洗澡的是很開心啊 當然啊 現在已經不太是如啦啦如雷的那種了 然後他就唱啊 也很開心喔 煞是一回事啊 結果那天就問 然後他說要怎麼學 我說那個只是方便說 結果有一次他才真來學了 結果學的當下唱不出來 我說有沒有不一樣啊 很不一樣 很不一樣 因為這是一個能量體的問題 不是我們認為的問題 所以在學陰森法門第一關鍵就是 你要有一個堅定的清淨心的 方便講叫嚮往啊 本來實在不想講這兩個字 因為有嚮往就有動念啊 就是說 你不能把它當作是自己很歡喜的事 可是為什麼前面我就說 就像那麼歡喜 我總不能跟你說 你唱的時候就要像阿吉拉一樣 比別人比較難 不是這樣 你又不了解真正的清淨 我又不能告訴你說 唱的時候就很清淨 所以這時候就必須要有名師引導 如果沒有引導 這個名師要明白啦 明白這件事情的人 甚至我們的標準要做到的人 去引導你才有辦法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人家在打坐要有那個香板師 那個禪師引導 你才能真正知道真正做 如何入定 什麼樣的定境是魔境 什麼樣的定境是佛境 最後佛魔皆去 才是真佛境 你要不然你不會理解的 那麼我們眾生為什麼有這個執行 因為得少為主 我剛剛講我們一邏輯習慣了 我們人家的名詞表達的一種意思 來到我們這邊 我們變成第二種意思 我們還以為我們跟人家 理解是同一個意思 其實錯了 所以你要怎麼真正理解 這陰生的世界 就是你沒有意思 你就理解了 那麼這一件事情就難了 所以他很 現代人很難直接一直唱 即便以前有人問我說 光聽陰生會不會開悟 我說你會會開悟 光唱陰生會不會開悟 你會會開悟 全體都在會 那麼我們現在就是 要怎麼把不會變成會是一個大工程 所以只要你是自己認為的 通通都叫不會了 一門深入常識熏修 不是片面的說 我有接觸一個法門 我就等一次了 而是你有沒有投資你所有的精力 時間精神在裡面 錢不必要 因為錢只是生活的生活必須而已 所以他跟求道沒有關係 所以昨天在台中在講 成道非有失錢 可是你的精神毅力在哪裡 你的價值定義在哪裡 你得全心投入才有辦法 就好像你們世間法一樣 你們要有一劑之長 你也得花很多時間 那麼你就算是天才 你還是得花時間 只是花稍微少一點而已 那更何況是求道這一件事情 所以在陰生的體系裡面 常常勸著大家 就去什麼放下著去聽聞即可 不必去做意 那麼隨著眾生的心念 跟過去生生世世 無始結以來的這一些夜陰種子 阿賴也是田裡面的種子 會交會起作用 那麼起作用之後 很多人就有一些 所謂的化境出現 一些情緒出現 有一些味道出現 然後有的人聽到 會聞到什麼香味 什麼等等的 會有這些現象 是正常的 因為我們的阿賴也是田 有無量無邊的善惡跟種子 那麼一遠其用 那麼善於聽聞的人 他就有辦法去把過去生生世世阿賴也是 種子田裡面的善根種子引發出來 這時候就是我們一般世間人 你們在講的開發潛能 一般人開發潛能比較好懂 那麼這個潛能就是你過去曾經的 現在講叫做基礎 比如說假設我過去生是學鋼琴的 我學了十輩子了 那我學畫畫只學了一輩子 那同時來到這一個世界 我因緣接觸到鋼琴比較容易成就 接觸到畫畫稍難於鋼琴一點 是這樣 那我從來沒接觸過廚藝 我這一輩子要學廚藝很累很難 會有這一個比分 那個這個叫基礎 所以從這一個角度來講 你們就好懂得 這一輩子你們身邊 若有天才是怎麼來的 就是他過去生一直在從事這一件事情 幸運 這一輩子又遇到這一件事情的緣 如果沒有遇到緣也不成 那這為什麼叫幸運 因為緣很難遇到你想要的 那最難遇到的緣就是什麼佛緣 所以叫做百千萬劫難遭遇 佛緣裡面又最難遇到的是一層原教的緣 所以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此願解如來真實意 前面當然是什麼 這個無上生生為妙法 為什麼有這句祭呢 這首祭是武則天當年看到清涼大師所著的 懷疑經書抄有感而發 所以你就知道武則天也是一個大文豪 你看我們都編不出來這種劑制 很多人看經看得還比他多也編不出來 那你再看 《開經記》一直都是這一首對不對 你們熟知的 有沒有別的我們不知道 因為我們孤陋寡文 可是就以我們生活常態 這一首最熟知 你看多久了 從唐朝到現在了 難道後面都沒比他厲害的嗎 還真寫不出來 對不對 所以還是有他那個緣分在 所以百千萬劫難遭遇 他看到《華顏經》 《華顏經》也就是一層當中的一層 所以在佛家裡面有三個經典被歸納為一層經 一層教也就是所謂的《華顏經》 《法華經》跟所謂的《梵王經》 以小層來講 那麼老榮才講 這個成道嘛 成佛的法華嘛 那麼華顏在講什麼 華顏在講我們自己 在講我跟生活環境一切的關係 這叫做《華顏經》 那麼不是在他上面的條例 所以很多人在看《華顏經》的時候看不懂 因為他前面講了一大堆的佛號 講了一大堆的這一些 所謂的天龍八部的聖號 都只有講這些 那麼你看誰看得懂 無意的那個人才看得懂 比如說現在 我隨便舉一個例子 當然不是《華顏經》裡面 為了比喻讓大家懂 而且我專挑大家比較接觸 比較久的這個 比較熟悉的意思 意思說我們都很熟悉了 看懂不懂 阿彌陀佛 懂得阿彌陀佛了嗎 懂得你就有辦法講一部《無量壽經》了 阿彌陀佛拆開就一部《無量壽經》了 所以《華顏經》的每一個佛號 跟天龍八部 諸聖眾 哪是羅叉 等等這些的名號 拆開都是一本經 那他只講一句而已 那這一句我們要拆開成一本經 這麼大龐大的分量 你看 你要怎麼生 你要怎麼生出來 好手窮經 對不對 我們的頭腦 絞盡腦汁 我們都是吐出幾個字而已 不可能寫出一本經 你就知道佛法的浩瀚 那他也來自於你的清淨其用 所以才講 指則一念不生 灌則萬善相隨 那因應在經典裡面 釋迦牟尼佛當年也沒有看什麼書 對不對 他也沒有做筆記 那他也沒有電腦可以存檔 所以他都沒有 那為什麼講了這麼多經典 甚至我們現在所能夠理解的 還不及他的意義萬分之一而已 當年他跟阿南尊者 他的常隨眾 記憶最好的多聞第一 那現在你們所接觸到的經典 也都要感恩這一位尊者 這一位菩薩 因為是他記憶當中 複數複講出來的 所以集結下來是這些經典 當時他就跟阿南尊者講 從地上抓一把葉子上來 然後就跟阿南尊者講 你知道我有講的經多少 沒講的經多少嗎 阿南尊者聽一聽不知道 他說你有沒有看到我手上的葉子 他說有 這是我有講到的 那沒講到的呢 所有一切森林的葉子 這樣你們想像了嗎 沒有講到成文字的 就像一切森林的葉子這麼多 那要想想呢 那些樹是火的呢 還會一直長呢 所以讀經你要有你的無意去參 佛的無意 你就成就一切意了 那麼如果你用你的有意 去讀佛的無意之經典 那麼佛成就你這一個有意而已 你成就不了佛的無意 無意能一切意 你就沒辦法了 所以這叫華雲經在講的 一即一切 一切即一 你看濃縮一念 拓寬無量解 這些是我們很難以想像的 所以在經典裡面多數的經典 乃至於到大成經 都講到橫河砂樹 他在形容多都用古印度那一條橫河 當然也是今天這一條 這個砂 你們之前去不是有帶幾個砂來嗎 帶幾把砂對不對 那個橫河的砂很細 非常細 有的河端像粉末一樣 你看那一條橫河的砂有多少 一般在經典形容佛法的多子 形容到這樣 那麼華雲經在形容的多是 形容到世界海微層樹 世界海微層樹聽得懂嗎 它不是地球的海 太平洋、印度洋這樣而已 它是世界海 整個宇宙這些虛空形容叫做海 這叫世界 那麼世界它講的什麼 它講的也不是只有這個地球 你看我們地球處的這個宇宙 我們現在的人類無法探索到對不對 它告訴你整個 用我們現在的概念好了 我比喻 一個宇宙就是一個世界海 微層樹裡面的所有的物質磨成細粉 細粉在磨成什麼粒子 粒子 一微層 那佛教在形容的這個微層是非常小的 一般我們講做牛毛層 牛毛層就是你拔一根牛的毛 那麼牛的毛最後會有尖尖的地方 尖尖的地方 上面放一個物質 你這樣怎麼動怎麼動 它都掉不下來 它都掉不下來 你們很想像 因為現在的人很難想像對不對 很難想像是因為我們熟了 我們經驗不足 要不然你看 現在如果有一個巨人 拿著地球這樣甩 你們人會不會掉下來 不會掉下來 就像這樣 你就知道那個灰尘 微層多小 在牛毛的頂尖 那麼這一個灰尘 或者是講微層 這一個細小的物質 再切成七分之一 就可以放在羊毛 這時候叫羊毛層 羊毛更細對不對 它的筋更小對不對 放在上面羊毛這樣 一直甩一直甩 還是掉不下來 這叫羊毛層 那麼羊毛層 再分成七分之一 就可以放在兔毛 兔子的毛 很細的毛 怎麼甩 掉不下來 以此類推 兔毛再分成七分之一 就是什麼 水層 它可以在水分子 水分子也有細縫 來去自如 不會阻擋 你看多小了對不對 那麼水層 再分成七分之一 就所謂的金層 金屬的密度更大 對不對 它可以在金屬的裡面的 細縫裡面 出入來去自由 那麼這再分下去 就有所謂的 極微層 色聚極微 極微之微 佛教在講的 微層是極微之微 這個零虛層 已經接近虛空了 這麼小的物質 世界還微層數 所有的宇宙 磨成細粉 細到像剛剛講的 這麼小的物質 佛教在講的多 是這樣的多 是整個宇宙 應該是所有的宇宙 不是整個宇宙 整個只有一個 那佛教的概念是 無數個宇宙存在這個世間 所以他講世界還微乘數 那麼這個宇宙最少 在華眼的一個單位世界 是一個華眼世界 一個華眼世界有二十層 它是立體的 二十層 那麼我們要比較好懂得 這個二十層的概念 從哪裡理解 我們說佛世界 大家比較有概念了 我們說佛世界 在華眼華藏世界裡的 第十三層 那麼第十三層 這個娑婆世界 去此西方十萬億佛國度 十萬億佛國度 佛國度是什麼意思呢 一個佛國度就是三千大千世界 三千大千世界 那三千大千世界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一個小千世界 小千世界是一千 這個十億個銀河系 十億個銀河系 乘以這個一千 那這一個數字 再一樣再乘以一千 乘以三個 叫三千大千世界 這是一個所謂的娑婆世界 那麼這娑婆世界 就是一個佛 一尊佛最小的單位世界 一尊佛的教化區 它的教室就這麼大 我們現在一個老師的教室 幾個學生 快瘋掉了對不對 才三十個學生快瘋掉 你看一尊佛多少學生 就是娑婆世界這麼大 那這單位世界去此西方 十萬億 再乘以十萬億 十萬億有什麼名字我不知道 數學不太好 乘以十萬億 十萬億 那邊叫做極樂世界 都還在華藏世界的 第十三層而已 所以華岩教海裡面 告訴你們 整個虛空法界 有無數個華藏世界 那你看我們多渺小 所以以前光是你們聽到 蝸牛角上和須針 這時候會發現 那個還不足以形容對不對 那人家古時候的人 修產的聽到蝸牛角上和須針 萬元放下了 我們在聽到蝸牛角上和須針 好難做到喔 我再怎麼針 你要針出那個蝸牛角上 那一點黑點啊 他們是上面一球這樣 有一個黑點 我們一點黑點都要針到 那你看你了解的華藏 叫海裡面多大 我們這時候人那個真的心怎麼起得來 你都很難理解 那我再告訴你 這整個無盡的虛空法界的世界 就是你自己 所以三生圓我體 四自本心明 清淨法生辱自信也 圓滿報生辱自自也 千百億化生辱自行也 所以法生、報生、硬化生 通通是你自己 是你的真如本性 顯於外你的智慧 你的智慧的作用是什麼 就是講三生 所以不是我們外在有什麼三生佛 你去朝拜一個清淨法生佛 你忘記你是了 你去朝拜一個圓滿報生佛 一般講清淨法生 譬如真那佛 原本報生如色那 千百億化生 阿彌陀佛、釋迦摩尼佛 通通是 乃至於要是流理 你們現在能看到的 聽到的這些佛號 通通在千百億裡面 千百億是一個形容的數字 不是一個絕對數 它形容多 多到無盡 所以那時候我聽到阿允他們在 每天要念萬佛名號 有這本經 你記得幾尊 你們不是天天要念嗎 師父我已經十年沒念了 好 請坐 那我那時候還抬舉你了 對不對 你知道什麼意思嗎 我說哎呀 你們就願意跟 天天要跟一萬尊佛結未來善緣 就不願意自己成佛 那時候是這樣講 對 原來連遠都沒結到啊 現在都沒結到啊 沒結到啊 所以怎麼說法呢 心外求法了不可得嘛 他心密法無有事出啊 三真原我體 本來就是你自己 你去念一萬尊一千尊一百尊 那是十萬尊佛幹什麼呢 對啊 那當然要聽 要會聽我的話 要不然怎麼樣你出去 師父誹謗佛 對不對 要不要念他 所以你要懂得念佛的意思是什麼 念出自己的真如自信 所以阿彌陀佛也是呢 當然俗說 因為我們眾生還剛強難化嘛 不明理嘛 所以剛剛講啊 人家無知天書來不要啊 偏偏要搬一堆這些職愛經典回來 那現在講這個會被很多佛教徒罵死 所以說我毀謹佛經不是這個意思啊 要會聽背後的密意 你念一大堆佛 你不知道你是 所以我們現在的眾生是怎麼來的 就是迷失自信來的 迷失啦 那真正你要回歸本佛怎麼樣 你就覺悟回來 覺悟就是放下你一切的迷失啊 所以佛家經典 因為有一切的迷失 所以才有無量無邊的經典術與名詞 是這樣來的 所以會的人是什麼 如禪法修辭 會的是守護盡心而已啊 清靜的心 就為關乎一心而已啊 那不會的才有諸多無量無邊的法門嘛 那因為不會了嘛 所以那些法門來因應也不錯啊 所以這時候就做適合的最好啊 所以我剛剛講到阿彌陀佛嘛 差點跳過去啊 念阿彌陀佛 你要唸鬼你的自信迷途啊 所以中風禪師講什麼 自信迷途為心淨土啊 那維摩基也講啊 欲得盡土當盡其心 隨其心盡 及佛土盡啊 佛土是你這尊佛的土 對不對 念佛是念回你本佛 你的真如佛信 那麼真如佛信 每個人本來就有 因為一切眾生本來是佛 一切眾生本來成佛 本來第一地是這樣 所以禪法最早傳到了東土的時候 到達摩祖師的時候 也不是像現在禪門的樣子 他一任其的經 以無法無門為門 意思是說沒有一法可得啊 金剛經也告訴我們啊 一切法無所有 畢竟空不可得 可是我們偏偏就有這個 要、欲、響、絲 乃至於更左了 變成所謂一般人 可以繞口陳述的怨恨腦怒煩 那怨恨腦怒煩 拟解了就生了什麼 甘心脾肺腎的病 甘心脾肺腎的病為基石 拓寬一直加嘛 就變成現在的什麼 糖尿病高血壓 尿毒症 我對病實在不太理解 一大堆癌症 總之集結成一句話叫不治之症 那當然世間的這一個有為 只在不治啊 因為它來自你的怨恨腦怒煩 所以怎麼治個乏 你卸出你的怨恨腦怒煩 就解決了嘛 那這時候不會的 是不是一個一個來 哎呀 最近心脹不太好 聽說有瑕心症 因為我心量太小 產生瑕心症 為什麼你有心脹病 對不對 引發這個頭痛 這個心血管問題 就是因為你常常恨人 恨於自知不自知 肯定心脹病 最後還會腦中風 這些病都是從你的恨來的 恨產生的毒素 就累積在你的血液裡面 那麼有對上對下對平背的恨 又不一樣 還有對男對女 通通有 通通會產生在不同的境界上 你們以你的身體來講 從中間剖下來 剖下來對不對 男左女右 你恨男的 你就在你的左邊產生病變 你恨女的 你就在你的右邊產生病變 那你自己去觀察去回想 我到底恨過誰 對不對 好 你頭 緊以上就是你恨長輩 長輩是什麼 長輩就是家長 對不對 不是只有這樣 爸爸媽媽 叔叔伯伯 那是什麼 天啊 對不對 不公平啊 對不對 我都這麼的盡心盡力了 恨天啊也是啊 某一尊神啊 恨你的老師啊 就是這些病 在頭上發的病 什麼腦瘤什麼 一大堆頭痛啊 剛剛講的對不對 剖下來 左邊右邊你去看男女啊 這是上的 那你的腳呢 就你的晚輩啊 腳晚輩 那除了恨以外 還有 所謂的 所謂的 怨 腦怒反 我現在只是舉一個恨來講 所有的怨腦怒反 都可以對應上去 我等一下再講這個 網輩長輩好了 我先把那個怨腦怒反 講完 剩沒多少時間 恨心臟 對不對 怨 怨恨 怨就是你的胃 體系出問題 皮啊 皮胃體系出問題啊 怨恨 腦 腦就是你的肺部體系出問題 肺部 肺腺癌啊 肺什麼一大堆病啊 肺癢啊 肺癢啊 什麼等等 腦怒 怒就是你的肝 你肝出問題 肝癌啊等等啊 肝硬化啊 這諸如此類 顯於身體就是筋 筋 我們有皮肉 皮 那個毛皮肉筋骨嘛 對不對 那你的皮就是跟肺 這時候不是皮脹 皮脹是怨啊 所以怨恨 腦 腦怒 煩是什麼 你的腎臟啊 皇冠腎病啊 所以這五個 情緒 產生你這五個脹氣的病 那你這五個脹氣的病 會顯於你的外相形象 那外相才有上中下左右 對不對 所以這五個 產生的病 如果在底下 就是你的對象 大概是你的晚輩 你的晚輩 比如說你的腳啊 那個腳軸關節下 就是你的兒女背啊 對不對 你的腿啊 你的腿啊 屬於你的這個 弟啊 妹啊 這一背啊 腰你的平背啊 這一節以平背啊 那這個是你的哥哥背啊 那這個是你的哥哥背啊 不是這個哥背啦 哥哥姐姐這一背啦 哥哥姐姐 上面就是你的老闆 你的老師 你的爸爸媽媽 你的叔叔伯伯阿姨 你的老天爺 什麼等等 對啊對啊 都是這樣 那你對上去 你就好治病啊 這時候就不要來找師父 對啊 因為早晚我也是幫你去懺悔 對啊 現在大家都知道 應該要和樂融融了嘛 對不對 你看冤枉 自己受苦 多累 那當然也有所謂 過去生帶來的 可是過去生帶來 也沒離開這個理路 就表示你過去生 不知道恨多少人 怨多少人 所以月斌你看 有沒有覺得現在健康多了 對 不是我們婆婆的錯的 是打從根裡 就是我們自己的錯 對不對 就好了啊 所以剛好有一陣子 那個心臟嘛 對啊 那就最後一個了結嘛 對啊 你要好也有徵兆啊 比如說 你如果真心去懺悔了這些事情的時候 你會往外發出很多的現象 因人而異 可是它有大宗 就是大宗的意思就是說 有常態性 有個別性 你有時候會翻腳 你真心在那個懺悔到位的時候 你就真心翻腳 就會吐啊 所以一中一理路來講就是什麼 我們排毒就三個嘛 這個叫做 汗吐下 汗吐下 汗啊 排汗對不對 排汗有的會冒氣喔 毛孔會冒氣對不對 這個也算 排汗 你們沒有這個經驗喔 你們做得很涼善 你們做得很涼善 還是那個 感覺力太粗糙 都有都有 總之啦 排汗 吐 吐 很好理解 吐物 吐水 吐氣 打嗝也算喔 都是 然後 嚇是什麼 嚇就是 拉肚子啦 排 一定要排便啊 就這三個啊 對啊 所以你真心的懺悔到位 你突然有時候會這樣子喔 然後這樣子的時候 你不要以為你那時候生病喔 你那時候是開始治病了 一把這些排出去你就爽快了 我就爽快就這樣 爽快就這樣 爽快的不要 馬上又 喔 對不對 我遇過這樣的人啊 對啊 很倒楣也是他痛苦 不是我痛苦 對啊 就這樣 然後排出來的 如果吐的味道也不一樣 如果排出來的是比較苦味的 你大概就知道 你心臟的病 的毒在排 那個 另外你們講 酸甜苦辣鹹嘛 對啊 鹹就是味啊 甜 好不好 鹹是 鹹 甜是味 酸是那個 乾 苦是肺 我叫怨恨惱怒煩 這樣你們知道了喔 好 剩下五分鐘看大家有什麼問題 而且不只是這樣啦 也不只這樣啦 我只是舉例其中一個你們比較 好明確啊 比如說怨恨惱怒煩我們很容易判定嘛 另外一種也有啊 喜怒又失控 喜啊 過度 過度我們是心臟會縮起來 真是啊 真是這樣子啊 過度嘛 所以 樂而不淫 要這樣 淫欲的淫 也等同過度的意思 它除了形容男女關係以外 還有一個叫做過度的意思 貪欲過度 叫做淫 所以樂而不淫 才對 樂而淫之 你就洗疾 所以你心臟的手就死掉了 那個死就很快速啦 可是不要以為死很快速 就沒痛苦喔 你還是痛苦的喔 你痛苦你因為你沒修持 你很快死還是痛苦還是往下掉的 這叫自然 那這個叫做什麼 喜怒 怒 怒一樣是肝 憂 憂慮 對不對 憂就是肥 思 思慮過多 胃 恐 恐懼 恐慌 忐忑 不老實的人 這一點最多 不老實的人 看到老實的人 他就恐慌 對不對 很多嘛 這個我們生活當中很多經驗 就是 腎出問題 腎病 那肾病在妇女來講 就常常出現在所謂妇科病 很多 非常多 然後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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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腎出問題的人 常常頭腦不清楚 就這樣 誰心誰心 頭腦不清楚 你看現在很多的那個 宅男婦女 你們像這個 對啊 很多也是 不清不楚啊 那個可能很多淫欲過多啊 所以 筋生水 水生海 對不對 筋就是腎筋 腎筋 保足會生骨髓 他足骨嘛 所以腎出問題 就是在妇科病 跟所謂的 跟骨頭有關係的病變 都會出來 這些骨癌啊什麼 都是腎出問題 然後 因為腎生水 水生筋嘛 那你如果腎筋不足的話 男女都一樣喔 這個不是男生而已 男女都一樣 你的骨髓就不足嘛 你的腦髓就不足嘛 你的腦髓就不足嘛 所以腦髓不足 你的思維就會不清楚 不清楚 因為說有的人夠滑的啊 你百分之九十九 大概都是生出問題了 對 夠滑的啊 簡單的得力 阿踏的啊 就這樣子 然後就往下降 往下降 往下降 降到整個腎水匱乏 就死了 精進人亡 然後所以我們在講精氣神嘛 對不對 聖主精就是這樣啊 所以中醫理路 稍微去色略一下也不錯啦 養生為食嘛 這樣不能正道啦 不能正道 你即便做到了不腦露 那個叫做 那個叫做什麼 喜怒又失控 你做到了 你還是沒辦法正道 正道沒那麼簡單 可是可以什麼 養生啊 對不對 人精氣神比較飽足 是不是要再來學到 比較有活力 有動力 所以佛家不偏向任何一邊 他告訴你 本來是關守一心 這是最重要的 因為我們辦不到 因為我們的基建不好 我們想要守住一心守不住 因為我們會被這個基建分心 對不對 一分心你的思慮就沒辦法 所以稍微養生一下 也可以幫助你的修持是這樣 可是不要過度愛惜你的肉體 因為那會產生執著 一產生執著 你顧好你的身體 又反過來是什麼 葬道的主因 就這樣啊 所以為什麼前面講 古人是什麼 為法妄區 那可就是有辦法守護一心的 他才不理什麼區體 因為凡所有相界是虛妄 所以你看 東講西講 上講下講 對不對 你對到了就對 那不對 我對你依一個理論 一直講一直講 到最後還是錯啊 因為那變知識常識啊 所以你才慢慢去體會 為什麼我們常講 殘家修持會不會 都在這個關鍵 而不是你講的大道理是多高尚 還是太通俗了 還是什麼太什麼深色了 什麼都不是這些 他只是對位而已 那這些慢慢去理解 你才能理解到 昨天我稍微提一下的 什麼叫主思禪 那你你的鼻子開悟 大家來 對不對 我就完蛋了 對不對 那個小孩就回家了 對啊 那學校不是都這樣嗎 所以有這些理論 大家要去注意 注意身心就好嘛 所以你知道 你們現在應該都要沒病了 真是這樣 因為你們懂得治病 你自己就是最好的醫生 所以上醫医於胃病 中醫医於僵病 下醫医於已病 上醫医於胃病 不是胃的病 還沒有生病 他就把你醫好了 中醫 這時候不是那個把脈中醫的 中程的醫生 医於你快病 因為快病有病症 可是他通常講這個僵病是什麼 其實你已經病了 你已經病了 比如說我們病由內發 你的五臟六腑已經病變了 只是你的外在 沒有燒一點觀察力的人 他不知道你病 或者是沒有神通的人 他不知道你已病了 甚至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已經病了 我們現在多數人都是這樣 都是沒事幹嘛健康檢查 檢查 哎呀我病那麼嚴重啊 你如果沒健康檢查 你還不知道你有病 你還可以多活幾年 百分之九十五的 癌症都被自己嚇死的 這是真的 對啊 問題就來了 你信不信 所以信為道遠功德母 又出來了 所以 中醫醫於將病就是 其實你已經病了 只是你沒有很明顯的特徵出來 他就這時候趕快幫你醫好 那下一呢 就在那裡切啊 刮啊 鯉啊 對啊 吞啊 就是這些湯藥啊 什麼全部都進來了 這叫下醫醫於病 或醫於大病 可是偏偏下醫最有名 最有名 上醫默默無名 人家瞧不起他 所以上醫醫的人也最少 因為人家不相信 對不對 不相信原來照著老祖宗這一套禮路 我就可以健康長壽 就可以這樣子 現在都要吃養生 對不對 遇到病怎麼樣 吃 吃藥 打針 我剛剛講快點吃針打藥 我很少做這件事情 要繞舌 吃藥打針 等等 敷啦 拍打戳羅案啊 等等 都來了 那這個就是已經沒辦法了 沒辦法 沒辦法也有他的辦法 所以配上我們知道這些禮路 自己就可以自救啊 你鐵了心 鐵了心就是有決心啊 鐵了心我就是這樣子改我的個性就對了 誰不幸福美滿 對啊 也讓我們少點事 也讓地藏網少點事嘛 要不然過幾天他又要忙了 你看看 過幾天地藏網菩薩又要忙了 希望你們不用太忙了 因為你們學了 把它變歡喜樂嘛 歡喜樂啊 中原普渡啊 普什麼 對 普渡群生也不帶中原節 對不對 人家眾生無邊試驗度 本來就是我們學習人的本分 之家本分 所以講到這邊 你看有沒有其他問題沒有 人家有病的都不敢問了 這個師父都講完了 那我們就到此告一段落啦 感謝 謝謝師父 謝謝老師 謝謝師父 他不知道 他 says 他媽是 那誰 哲哨 歓哨 善善 善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